我身后是宝鸡火车站 现在是中午的一点 今天不坐火车 也不逛 简简单单吃一个自助小火锅 离这个火车站不远处 有一个26块钱的自助小火锅 尝一下 好久没吃火锅了 昨天从鲜龙玉徒步完之后 到宝鸡火车站 吃了一碗擀面皮 喝了一份牢骚 到现在还没吃饭 昨天晚上洗的衣服 一直没干 到现在还没干 这个鞋是湿的 裤子也是湿的 没办法太饿了 先吃饭吧 穿身上一会儿也就干了 鸡火车站是刚刚改造过的 宝城铁路 现在从宝鸡可以坐小慢车去天水 还可以去四川的广园 也可以去平凉 挺方便的 这是老火车站 那家26块钱的自助小火锅 我再往上看 好像在火车站的后边 中山路 宝鸡市地形比较狭长 时间的位置是渭河 那个上边是北坡 上了北坡之后 也就是北原 上边是大平原 它就在北坡的下边 这边都是老城区 下边是金鱼路 那边有一条步行街可以逛 还是往东山路走吧 山坡上有一座建筑 那是金台灌 当年传说张三丰在那个金台灌修炼过 这边有两家自助 29 这个是26 进来这是哪一家 29的好像在网上买也是26 团购 还是老街道上凉快 树木比较茂密 还有牛肉面 也挺好的 再网上团购这个26的吧 29的 现在吃一个麻辣烫 最少也得20多30吧 最少现在 还是吃小火锅比较划算 敞开了吃各种饮料 啥都有 设家建在陕西 每个县经上都有 挺火的 这都过了饭点了 还这么多人 各种饮料 几十种 后走一走 吃的挺多的 29多宝鱼 啥都有 半个料碗 煎吃肉 后吃菜 喝个山楂 喝个山楂 鱼块儿 午餐肉来点 肚子啊 这是 忘了打那个啥 鸭肉卷了 打点鸭肉卷 涮涮锅 我吃三鲜锅 我喜欢吃这个三鲜锅 自己拌一个蘸料 这样比较好吃 吃不够 午餐肉慢慢吃 这个人多的话 是限时的两个小时 一般都吃一点就走了 这种小火锅最容易饱了 他选的那些蔬菜 也是比较容易饱的 来大家先吃一口这个肚子 上次吃还是在去年吧 正安吃的好像 是一点油 防止 一般都吃 他是也是 好 休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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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边的饮料也都是一些咱们比较常见的品牌 没有杂牌子 它这种企业的都是统一采购的 所以价格都比较便宜 像那些冰红茶都是咱们平时喝的那种 啤酒也是 继续吃这个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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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虾脚 吃点玉米 水煮鸡蛋 鸩虫蛋 还有蓝锅 水煮鸡蛋 到里面 搅拌 取冰红蛋 水煮鸡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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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汤煮鸡蛋 这比吃麻辣烫强多了吧 这么多菜 几十种菜 几十种饮料 还有各种小吃 牙签肉啊 啥都有 像这种小火锅 女的吃的比较多 男的稍微吃就饱了 又吃又喝就饱了 那个女的边吃边聊天 吃的很多 不停的在打 下午感觉都饱了都 其实你没吃多少 不能再打了 够了 吃饱就行了 吃个面 结束了 吃成了 晚上又省一顿饭 好了各位 今天在宝津吃了一个29块的自助小火锅 是顶了 我得走一走路 小小时 这两天我就休息两天 晚上再拍视频 拍两天 太热了 咱们下个视频见吧 各位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